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妖和路斯和娄姐 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是好朋友 经历了许多难忘的时刻 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却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在Jackson Boy的滑雪场上 前哥哥展现出他的记忆 一次又一次地从高山上边缘而下 感受着自古的寒风 和速度带来的契机 B妹妹则更喜欢带第三支滑雪 她以轻快地速度在水域上穿梭 时而高兴地喊叫 时而沉浸地享受着滑雪带来的明镜 小堂堂则是滑雪场上最年轻的 她小小的身体却充满了活力和勇气 毫不畏惧地冲向山顶 小凯是滑雪场上最有灵性的 她似乎可以感受到每一片雪花的存在 她的滑雪动作优美而充满了水域 小廖堂则更注重地球和速度 她在滑雪场上扬起一片雪花 如同一道甩电划过天际 牧师则是最安静的一个 她似乎在雪地上寻找着某种奇妙的东西 她的滑雪姿态充满了神秘感 而老姐则是他们中最诚服和负责任的一个 她时刻关心着大家的安全和西洋 保证大家在滑雪场上度过愉快的时光 然而在他们滑雪的过程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玄秘的船坟 当地人说 在山脉深处有一个玄秘的洞穴 巨坟里面住着一个巨大的巨人 他是山脉的守护者 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魔法师 传说中 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找到这个洞穴 但是只有智慧的人才能通过自然的考验 七个好朋友被这个传说所吸引 他们决定一起去寻找这个洞穴 他们带着装备和食物 开始了他们的探险之旅 他们越过了走峭的山坡和茂密的树林 关过了冰冷的溪流和险阵的山谷 最终他们来到了一个宣布见底的洞穴口 这里是他们前进的终点 也是他们新的开始 在洞穴的深处 他们遇到了巨人 他高大而猛 一眼就可以看穿七个好朋友的内心 巨人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他的考验 如果通过了考验 他们将得到神秘的魔法和宝藏 七个好朋友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巨人的要求 巨人给了他们七个魔法的训练 每个训练都对立着每个人的个性和特点 群哥哥需要用他的记忆和勇气打败一只恶龙 冰妹妹需要寻找一只被捉走的小鸟 并将它做出来 小堂堂需要爬上一个土壳的山峰 并寻找已藏在岩石后面的宝藏 小鸟需要解决一道难题 进入魔法创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小鸟和需要穿过一个充满陷阱和障碍的民工 并找到宝藏 牧师需要解开一个神秘的谜题 并解释真相 老姐需要证明她的领导能力 并使大家完成一个挑战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奋斗和挑战 七个好朋友最终都成功地通过了训练 他们得到了神秘的魔法和宝藏 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自己和彼此的东西 他们深深感激巨人的教导和启示 决定将这些魔法和宝藏带回去 分享给所有的人们 并将这个选秘的传说传承下去 最后再回到滑雪场之前 七个好朋友共同学并留下这个洞穴 当她作为一个属于他们的秘密基地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们可以回首回到这个地方 重新体验那段充满魔法和刺激的探险之旅 十二次